肖战凭借《梦中的那片海》 成功实现了流量型演员向转型的重要一部 这部剧在冒眼前往热度和酷云收视率上 均获得了亮眼的成绩 位居全国频道同时段收视第一 此外,该剧的网络口碑也非常高 许多观众对于肖战的表现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作为一部年代剧 《梦中的那片海》的剧情和角色设定 都非常贴近年轻人的喜好 剧中的肖春生是一位有着完美性格和高情商的大哥 他的意气,智慧和勇敢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而肖战也在剧中表现出了一定的演技进步 他的采词,口音和角色塑造都得到了一定的认可 《梦中的那片海》的热播和肖战的成功转型 对于其他流量型演员也有着一定的启示 许多年轻演员开始尝试不同类型的作品 希望能够拓宽自己的系路 提高自己的演技 而年代剧《现实题材》和《选一犯罪》等赛道 也成为了他们转型的重要选择 总的来说 肖战在《梦中的那片海》中的表现 为他的转型之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也为其他流量型演员提供了一个参考 而这部剧的成功也说明了年代剧 《现实题材》等赛道正在适应时代的变化 变得越来越年轻化和多样化